10月23日,NBA豪门火箭队在新赛季的前三场比赛里,早偶遇了一胜二负的尴尬,最为关键的,是火箭的防守彻底被打爆了。 三场比赛打下来,火箭场均丢120分,在新部只能排在第九名,火箭确实存在着三到四明星圆磨合的问题,但是三场比赛打下来,安东尼无法防守,恩尼斯能力相对一般,迈下来没有投射的致命弱点,都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。 这三个人加上还在养伤,预计到11月下旬,才有可能付出的奈特,是火箭新赛季最重要的四个影员。 可如果他们就只是这样的水平,那么赛季出各路预言家,不看好火箭比上个赛季战绩更出色的乱调,怕是要成真了。 而火箭总经理,球队实际管理的一把手莫雷,在今天最新接受NBA第一名,即沃纳罗夫斯基的采访时,明确谈到了接下来还有可能通过球员交易,来参化阵容的话题。 我询问莫雷,有否可能接下来针对火箭的战绩和实际表现,做出阵容上的调整。 对此莫雷回应说,他的工作,是要想办法将火箭队,比其他球队更快的得到更好的球员,所以他必须更快的去判断,什么样的教练和球员,最能够帮助火箭队夺冠,从莫雷的回答不难看出,如果接下来火箭战绩没有好转的话, 这位巨头不会袖手旁观,如果他不做交易,那么被夺的就是他,火箭大老板贝尔蒂塔在九月份已经放过话了,不能展现出夺冠的实力,他会考虑换一位总经理。